如果你每天总是处在烦恼 焦虑 不开心的状态当中 那这五个自我调节的心法要记下来 关好门 倒杯水 坐下来 我接着讲 一 凡是总为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感到焦虑的 记得先停止对别人过高的期待 更不要想着去取悦和讨好任何人 否则你将永远活不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要做的就是保持本色 先做好你自己 二 凡是总为还没有发生的事 不停的去忧虑 记得先停止过度的消极预测 你要做的就是活在当下 做最坏的打算 尽最大的努力把结果交给时间 三 凡是为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反复去纠结的 记得先停止过度的后悔自责 你要相信老天不给你的 说明你的福报还没到 也许是在保护你 四 凡是让你彻夜都想不通的问题 记得先停止在大脑当中冥思苦想 而是要立即行动起来 在学习中 在行动中去找答案 五 凡是努力后做不到的事 记得先停止跟自己较劲 一定要学会放过自己 去尝试一下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同时一定要记得每天坚持正面练习 每天坚持静心的朗读 只要你坚持三个月 你就会发现你的心会越来越静 心态会越来越好 我是领悟人生 关注我 让你少走弯路 语书房 陪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功 加油 大家下集见